地脉是一种放射的脉络 源于地核内的岩浆 向地表岩石和土层放射 就像人体的经络一样 地脉就是地球的经络 如果地脉紊乱或者被震断了 就意味着地球的大线就要来临了 地脉是一种放射的脉络 观点看地走近神奇 这里是信品有你 大家好 我是李明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 是一位开天眼的修行人的亲身经历 以及他所经历的事情 在现实中的对应 修行人将自己的经历 在网上分享后 并未留下姓名 我们就且将这位修行人称作小林吧 2023年的黄历新年初期 小林和家人一起吃了年夜饭 饭后回到自己家的时候 突然发现自家的客厅中央 竟然连昧出现了山里的神仙 数目庞大颇为壮观 小林很是诧异 因为这一众神仙 她并不陌生 早在2022年12月的时候 她就发现一些山里的神仙 纷纷出定了正在关注世间的动态 到了2023年1月初 更多山里的神仙 开始打开封闭的结界 陆续出山 小林心想 这是怎么回事啊 莫非有什么大事即将发生 于是小林就入定 想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导致用结界封闭着的山里的神仙们 都纷纷破界出山了 这一看不要紧啊 小林也感觉大事不妙 原来小林在定中看到 大陆的地脉已经变得残破不堪 而神仙们设立了结界的山体呢 因此也正在发生变化 这里需要向大家说明一下 为什么小林的客厅中 能够装下那么多的神仙呢 这是因为啊 神仙显现的时候呢 并不在我们这个三维时空 而是在高于三维时空的空间中 只有修行人用天眼才能看得见 看到的时候呢 很像是在看一部 正在放映的电影的画面 难道这就是神仙们 纷纷出定破界的原因吗 大年初一这一天 小林在客厅再次看到神仙们的显现 到了大年初二的时候 这些神仙们终于开口和小林对话了 为首的是一位身穿紫袍的神仙 他须发揭摆 先锋道骨 欲数凌风 先向小林行了个礼 小林赶紧还了一个抱拳礼 神仙们见小林还能行古时候的礼 不禁都笑了 紫衣神仙对小林说 谢谢转轮圣王的法旨 我们都看到了 圣王慈悲 从来都没有落下我们 我们修了几千年了 终于明白了 解谜了 紫衣神仙这么一说 小林才恍然大悟 原来啊 神仙们出定 不仅仅是因为地脉残破 而是因为李大师发表的 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文章啊 算来时间也真是恰好 李大师的文章是在腊月29 也就是1月20日首次发表的 1月21日 新唐人电视台接受李大师的授权 播出了全文 也正是这个时候 小林在自家的客厅中 看见了这些破戒出山的神仙们 这些神仙们有的已经修炼了五六千年了 有的已经高度破迷了 可是却始终没有上神或者是菩萨接引他们上天 而且他们也不知道世间这盘棋最终的结局会是怎样的 这时一位绿衣仙子开口说话了 他说 以往改朝换代均有异象出现 灾祸平扔 如今所有的异象汇总而发 我们也无法安生修炼了 这次圣主的讲法开示了许多的天机 本门的尊者曾开示过我们 无可修时打开尊者留下的秘纸 那秘纸以天雷封印 秘纸说 最后来救人的才是真的 才能扭转乾坤 是救世的圣主 是众生的希望 于仙子说的时候 小林的天幕中就出现了一幅壮观的画面 众神汇聚 有的神仙打开了封印 大法圣主讲法开示众生 小林极为感慨 大法圣主的讲法破了神仙们心底的谜团 可是红尘中的世人 却依旧还在谜中 他们才是最可怜的 在开年异象极度凶险那集节目中 李明曾给大家分享过 一进入2023年 1月出现了多宗异象 三星连珠 四星连珠 五星连珠 卢定地震 网友敬拜温神奥米克戎等等 进入2月 异象的出现就更为奇葩了 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大家认为这是什么呢 是LED风筝吗 还是飞碟下蛋呢 或者是其他不明飞行物呢 根据陆媒报道 2月14日上午 家住黑龙江琪琪二师的江先生 告诉吉木新闻记者 13日下午5时23分 当地天还未完全黑 他偶然在西南方向的天空中 看到了一串光点 前面一个一个的亮 后面一个一个的灭 不像是人为的放的风筝 江先生说 光点持续的时间只有十几秒 当他准备拿出手机拍照时 光点已经消失了 从多位网民发布的视频中可以看到 一连串光点整齐地排列在天空 一位视频拍摄者说 从来没有见过 也没有声音很高很亮 因此有自媒体博主说 这看上去特别像马斯克的星链 不过速度明显要比星链快了很多 更像是有人捡了一块石头 在天空中打了一个水漂 让起了一个又一个星球状亮色 为了解除网民们的担忧 齐齐哈尔七项工作人员 立刻回应表示 目前还不知道这个事情 没有办法对此做出解释 齐齐哈尔市防空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也出来给大家吃定心丸 说没有接到演习 或是训练的通知 不用担心 不过网民们对此依旧是热议纷纷 因为这个现象太奇怪了 有的网民说 感觉是航天器上掉下来的东西 跟大气层摩擦起火 一会儿快一会儿慢 才会出现点撞火花 也有的说 全球发生多起不明飞行物事件 应当引起重视 是否外星生物 准备入侵地球 还有网民说 2月13日19点15分 我在山西大同临丘县城天空北部 也看到了一条炼转光点 由西向东快速直线穿过 高度极高 亮点如星星 长约三四十米 有一位网友分析说 应该是UFO 这么高的速度 地球上已直的飞行器都做不到 空间站那么高的速度 地面看着都慢慢移动 地面上能看到那么高的速度 可能达到的速度是几十倍的因素 到底是什么 目前还不清楚 毫无疑问的是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奇葩的异象 不过呢 更奇葩的还在后面 根据陆媒大象新闻报道 也是在2月13日 晚上在河南的驻马店 许昌 周口 洛河等地 多次出现巨响 2月14日上午 巨响再次出现在这些地方 不少居民以为是发生了地震 惊慌地逃出家门避险 洛河市武阳县的一位居民 刘女士告诉记者说 13日晚上6点40分左右 她在家就听到了巨响 家中的玻璃窗都震动了 住在附近其他县区的朋友 也表示听到了巨响 不过呢 并没有发现哪里发生了爆炸之类的事故 巨响发生的时候 她也没有感觉到有地震 到了14日上午9点以后 她又听到了巨响 驻马店 许昌 周口 洛河等地的网民 也都表示 13日晚 6点50分左右 听到了巨响 很多人怀疑 是飞机经过产生的音爆 14日上午 洛河市和许昌市的有关部门表示 当地并未接到安全事故和自然灾害的报告 情况暂时还不明确 从网民发布的视频中 我们可以看到 巨响发生的时候 门窗确实出现了抖动 不过 即使是飞机经过产生的音爆 也不至于引发如此的震动 其实啊 河南发生不明巨响呢 这并非第一次 早在去年10月25日傍晚 中共二十大刚开完 河南开封 山东 内蒙古等地 都传出了异常巨响 从网传视频中可以看到 听到巨响时 空中放射出火光 这样诡异的巨响 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有网友说 是不是地底人 要出来了 看来呀 这说话的网友 还真是有点灵气 这不小林就看见 神仙们真的是破戒出山了 不知道这些巨响 是否与地脉的残破 有关系呢 古人认为 地为人间之根基 是盘古身躯所化成 人体有经脉 对应在大地就是地脉 痛则不痛 痛则不通 人体经脉如果不通 就会导致生病 地脉组织不通 或残破 同样会引起大地的异变 自古以来 看运家都认为 天下山川起于昆仑 分三龙入中国 古今王弃 中龙最先发端 最兴盛且长久 北龙次之 南龙一向未曾发端 直至宋高宗南渡 才有所起色 根据史籍 自从盘古开天辟地 福西定督于尘 就是今天的河南淮阳 绍号定督山东取府 专须定督牧野 就是今天的河南新乡 河南处于中龙脉之上 那么发出巨响之声 这意味着什么样的意象呢 其实作为修行人 小林最担心的 还是谜中的世人 如今的世人 不知大仙已到 依旧谜在红尘之中 他很想听听先人们 对如今的世道 和世人的看法 希望通过分享先人们的看法 在莫及之时 能够起悟更多的世人 使他们能够得到救度 于是紫衣仙人说 现在是魔鬼政权当道 历朝历代 都没有现存的政权那么恶 官员们额头上 打着红魔的兽计 全都抹变了 干的都不是人的事了 最大的恶 就是迫害修炼人 活摘器官 不过紫衣仙人说 在2020年 圣王发出理性的法旨后 我们都知道 大规模的报应开始了 那是一个节点 世间无宁日了 关于李大师李信这篇文章 李明在天乡骤变 神启动大淘汰 那集节目中有过分享 现实中 明眼人都能看到 江泽民死后 江西官员死得非常之多 紫衣仙人说 那些带着红魔烙印的阴魂 包括为他们站台的人 络绎不绝地奔向地狱 会有私审判官审判他们 也是因此 现在空气中漂浮的 都是毒素和湿烟 严重地污染了世界 连神仙们也没有 进修的环境了 他们的功能 已经屏蔽不住 自己的结界了 大都出山了 一位穿着褶色衣服的神仙说 三界的巨变要开始了 许多的机密都显现了 这个时期的选择太重要了 一念可进天堂 一念可下地狱 这一些人还向小林 表达了自己的歉意 原来呀 这一众神仙 一直都看不起大法修炼者 因为他们认为 修炼就是不入世俗的清修 那些修炼大法的人 虽然口说修炼 实则人心忡忡 把自己置身于凶险之中 现在他们认识到 这样的认知是错误的 大法修炼者才是真正的 无私无我无畏的 在为救度众生付出 是任何修行都比不了的 一位白衣仙子接口说道 我们自以为的高洁 不入世俗清修 实际上是借了大法的光 现在呢 我们明白了三界的由来 明白了自己的由来 三界的创立 是法主的慈悲 紫衣仙人也感叹说 我们太无知了 其实我们一直都在 听大法的天机 却不作为 真是不应该呀 圣王慈悲 给予了我们 前所未有的浩荡佛恩 揭开了三界的谜底 我们万分震撼 请你传达我们对圣王的问候 谢谢圣王 这时 晓琳看到了一位神仙 打出的意念 意思是 我们要帮助曾经和自己 结缘的大法弟子 尽力保护他们 晓琳笑了 于是她就将 这一众仙人们的谈论 分享到了网上 希望有更多的世人 能够看到并了解 为自己做出生命最后 也是最正确的选择 故事分享到这里 立民想说 如果你是来自大陆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还没有三退 请快快上退党网站三退吧 如果你是小粉红呢 还在为中共站台 也请你掂量掂量 这些咨询的分量 思考一下自己的未来吧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我是李明 这里是信不信由你 分享视角 共享资讯 与您一起看世界 也请YouTube的观众朋友们 订阅支持我们 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